- 品味巴尼選,幫你選品味,我是巴尼,每週一到五,晚上七點,每天二十分,探索知識,有潛入身。 - 這樣聽起來很像三位的創業都很像,也不是創業就是,到現在在位置,某種程度都是一種意外。 - 不小心的。 - 對,不小心的。 - 誤打誤撞的。 - 對。 - 原本聽起來很令人沮喪的。 - 他還在講說會聊一些,你知道未來職場或事業的一些野心啊,或者是一些衝動之類,現在還會有那種可能對career這種衝動,或者是一個藍圖嗎? - 或者說你回想可能你二十幾三十幾的時候,有沒有一個點是? - 我覺得藍圖這個東西,到了創業,到了創業開始之後呢,你就會,會很多時候會局限在你先要解決眼前的問題。 - 因為畢竟創業之後,眼前的問題真的會比想像中的更多。 - 我原本以為,你開了一個大公司之後自己創業,原本以為是一個比較輕鬆,我時間很自由的調配。 - 沒想到我要把所有的時間全部耗在裡面去,連休息時間都是。 - 尤其在公司剛開始的時候,在創立,要把這個公司知名度打出去的時候,那時候真的叫做,我不曉得什麼叫做休息時間。 - 對,我不曉得什麼叫做吃飯時間,因為你吃飯的時候也在工作。 - 我不曉得什麼是睡覺時間。睡覺的時候都在想說,我接下來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 但是永遠解決不完,現在眼前看到的事情,你要問我兩年後會怎麼樣? - 我只能跟你說,等到我走到兩年後,我就會知道會怎麼樣了。 - 當然是我年輕的時候,可能以前在園區上班的時候,我也想說,我可能接下來未來兩年,我一定要爬到經理啊。 - 那接下來我要當director之類的東西。 - 那事實上,真的有。 - 那但是呢,我最後拒絕掉了。 - 因為我看到我老闆很忙的樣子,我就說,我不想這麼忙。 - 那就後來離職之後發現,根本離職之後更忙。 - 只換一個地方忙。 - 換一個地方忙。 - 換一個地方忙。 - 但是至少忙的東西叫做,我覺得做起來我開心的,對。 - 就我覺得從我的經驗來說,我覺得很多事情,就你剛剛說那個職業規劃性的那個東西。 - 我後來發現這個事情,我是有體會的。 - 就是我在過去的七八年當中,可能有兩三次想要跳槽。 - 因為大陸可能跟台灣的狀況差不太多,就是傳統媒體一直在示威嘛。 - 然後整個狀況變得越來越差。 - 我從大學畢業,進到電視台那天開始,我覺得那就是它的拐點。 - 我進去之後他就開始往下走了。 - 對,我就親眼見證。 - 很多人都會這樣覺得。 - 對,一步一步走到現在。 - 然後在中間就會有很多,有很多時時點上就想說, - 哎,我是不是要離開,或者要換一下。 - 或者有的時候其實是對自己,嗯,你覺得你在那樣一個體系裡呃呆在那裡, - 就像一個溫室一樣。 - 然後你根本不知道你能不能放到就是外面的社會。 - 你有沒有可能出去之後就一下子被吹倒了,或怎麼樣。 - 就是你會有一點點的不確定。 - 所以你就很想說,那我現在反正時間還早,那我要不要出去就先感受一下, - 我如果真的到互聯網公司,或者是到一個內容創業的團隊會怎麼樣。 - 但後來的結果你就會發現,你可以去那邊面試,去投簡歷, - 然後跟對方聊得很好。 - 可是最後讓你做那個決定的時候, - 它總有一些東西是讓你沒有辦法去下那個決心。 - 有些是對方的原因,有些是自己的原因。 - 就是你總沒有那麼強的動力說,我一定要走。 - 後來我覺得到去年我真的離開電視台之後,我回憶過去這一段, - 我就發現其實我覺得有點道理,就是說你沒有動力是有, - 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就是因為它確實沒有那麼吸引你。 - 然後你自己內心是沒有那個衝動說,我要放下現在所有的一切去那裡。 - 你總會被各種各樣的問題卡住。 - 但當你要遇到一件事情是值得你出來做的時候, - 其實你不會考慮那麼多。 - 就是這個問題,當你考慮很多的時候, - 那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你真的不是那麼想做的事情。 - 你如果真的很想做這件事情,或者你覺得那個機會是成熟的時候, - 你根本不會考慮,你只會就馬上做就好了。 - 對。 - 是不是可能。 - 我知道你們兩位覺得怎樣。 - 我那時候在,可能不太,我覺得應該是說當時, - 你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要做,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 - 就是在別的選擇出現的時候。 - 當然有一個,可能有一個是推力,有一個是拉力。 - 就是那個新的東西非常吸引你,所以拉著你想要去做。 - 然後你現在有的東西,可能你做得有點無聊無趣了。 - 然後可能它推著你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 - 那我覺得我在當時,不太有推力。 - 就是說我在前一份工作其實做得還不錯。 - 我在當時其實很多事情要忙。 - 那但是我的確看到了有一個機會,或是說, - 我跟我的合夥人,我跟我的partner,Joy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 我們的確好像看到了一些機會跟可能性,在這邊。 - 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 然後他就,我們算是有計劃性的在做這件事情。 - 就是8月,2012年8月的時候,我們第一次討論這個, - 這個我,這件事情。 - 那他在別的公司上辦,我也在別的公司上辦。 - 然後我們在,我印象中好像是說, - 他的習慣是這樣,就是說, - 如果你現在聽了有一點不太確定或是什麼。 - 好,那我們就先放著。 - 我們先放著。 - 然後或許可能三個月之後我們再回來看。 - 那如果三個月回來之後, - 你還是覺得他是可以做的事情。 - 你還是很想要做,給他一個嘗試、一個機會。 - 那或許就是,這個時間點的確是對。 - 然後你的確也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 他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 或者是有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 那,所以我印象中可能我們是年底的時候, - 我們就開始做比較認真的研究。 - 然後,開始寫了一個企劃書。 - 就是講說,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 當然這企劃書非常的草率,然後非常的天真。 - 就是任何一個創業的人都會跟你講說, - 他們第一份企劃書基本上就是, - 所有人都知道那第一份企劃書就是一個玩笑這樣。 - 你現在看起來, - 現在看起來你會覺得他是一個玩笑, - 但是當時當然他就是, - 就是很好笑的事情, - 就是所有的VC都會說啊, - 那企劃書根本沒有用。 - 但是所有的VC還是會跟你邀那個企劃書這樣。 -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來講, - 它也是一種梳理自己的想法。 - 就是你在當時到底你覺得是什麼, - 到底你想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 把它寫下來, - 然後給其他人看。 - 那大概就那時候, - 然後我們大概一、三年初就開始跟一些人談這件事情。 - 就是說這個我們想要做的東西大概怎麼樣啊, - 然後應該有什麼樣的機會啊, - 之類的。 - 然後一直到大概三月吧, - 開始比較確定。 - 就三月就已經把工作吃了, - 然後我那時候就開始跟我的主管約時間。 - 因為他那時候請暈假, - 所以我以為他時間比較難。 - 所以我就花一點時間才找到他這樣子。 - 然後就跟他聊。 - 然後那基本上跟他聊的是, - 那時候我們已經確定要做這件事情。 - 那時候是已經是五月,五月初了。 - 對。 - 然後大概就是三月。 - 三月他辭職開始準備要做這件事情。 - 然後四月, - 我們確定要自己投錢來做這件事情。 - 對。 - 因為我們那時候基本上是募不到資的。 - 那個時候,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是, - 在當時都不是什麼很有名的人物。 - 然後也不是說有成功創業的經驗。 - 都沒有。 -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當時, - 其實不太可能有, - 有可能募到資金的。 - 所以就是我就說, - 那不然我們就自己拿一點錢出來, - 趕快先來做一做。 - 看最後結果是什麼嘛。 - 那後來這裡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 那個方式是對的。 - 因為, - 就是別人要投資你的時候, - 他也會看嘛。 - 就是說你今天到底是拿了自己的錢在那邊做, - 還是你拿了別人的錢在那邊玩嘛。 - 那你拿了自己的錢在那邊做的時候, - 他當然就會知道說你是認真的, - 這是會痛的。 - 那你拿了別人的錢在玩的時候, - 那反正賠的是別人的錢嘛。 - 那感覺不一樣嘛。 - 所以我們那時候後來的確做對了一件事情就是, - 我們拿自己的錢在做。 - 然後當後面的, - 後面有機會談的投資人看到的時候, - 他覺得你是認真的。 - 那我們就可以來討論, - 到底要怎麼去投這個公司。 - 有可能,有可能。 - 所以現在, - 大家的創業經歷聽起來都很像, - 現代人在談, - 談感情, - 談關係齁。 - 就是,欸, - 我先踩一點看看, - 先試試看, - 欸,有沒有止损這樣子。 - 不敢輕易全部投入。 - 好,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聊。 - 先給你們一個, - 先給你們一個影子這樣子。 - 好,可是, - 那馬利歐, - 像你, - 你們公司run比較久嗎? - 那你覺得, - 到這麼多年之後, - 你有開始找回你跟, - 可能工作或生活的一個平衡嗎? - 找回喔? - 為什麼要找回? -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東西嗎? - 因為... - 或者是說, - 或者是說, - 我其實不相信這件事情。 - 所以, - 我不相信這種東西, - 所以我也不會想要去找這種東西。 - 對, -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的。 -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 他追求一種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 那對我來說, - 呃, - 就是生活。 - 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 所以你怎麼會, - 就是如果A是在B以內, - 你怎麼會說A跟B要平衡呢? - 對, - 那你怎麼, - 因為他等於是, - 呃, - 這樣想喔, - 他這個工作很像是你心, - 融入你原本生活的一塊一部分。 - 那你怎麼, - 跟時間上你怎麼跟他好好的跟他相處? - 因為他可能上砲會擠壓到某些。 - 對, - 就是你的選擇而已嘛, -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 - 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 所以像, - 我最早一份工作是做, - 這個科技媒體的技術編輯。 - 那技術編輯就是我們在測很多的產品, - 像這種, -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 - 這可能在十幾年前沒有這玩意, - 但是他如果後來出現, - 可能就是我們要測試的一種類型。 - 可能測, - 當然早期大概測筆電啊, - 測相機, - 測手機比較多。 -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測筆電的時候, - 有一個項目叫做我們要測電力。 - 我們那時候測試是, - 算是蠻嚴謹的, - 我們是有, - 就是真的有一些項目, - 就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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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測。 - 比較不是純粹頻感覺, - 就是說我用一用之後我覺得感覺怎麼樣。 - 所以其中有一項就是電力測試, - 我們自己有兩種電力測試方式, - 一種就是跑軟體, - 專門在跑電力測試的軟體。 - 還有一種測試方式是, - 標準化就是, - 我去播一個影片, - 重複播, - 然後看我最後能夠播多久。 - 就是一直這樣播。 - 那個影片當然就要找一個比較長的影片, - 所以我們說我們選魔界, - 很長的一部電影這樣子。 - 就可能有些, - 那時候比較大台的筆電, - 他可能連一次都播不完, - 他就沒電了這樣子, - 很快這樣子。 - 那我有一一次我同, - 那時候我高中同學來我家。 - 然後呢他就印象很深刻, - 就是我們那一晚上睡覺的時候, - 他看到我要睡覺前, - 去對那個筆電做一些事情, - 然後把那個插頭扒掉。 - 就是我要睡覺前的時候是在, - 準備讓他測試去跑。 - 因為他跑筆, - 他跑的時候你沒實驗事可以幹嘛, - 那你就睡覺嘛, - 就是剛好睡覺前我們來幹這件事情這樣子。 - 他就後來跟我講說, - 你為什麼就是在那個時候都在工作這樣子。 - 然後我就想說, - 是這樣子嗎? - 原來在你的, - 就是他會這樣看這件事情。 - 那我沒有剛看這件事情, - 我就覺得說偶爾有件事情要把它做完。 - 然後我就會用最適合做這件事情的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 對, - 所以分配可能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東西。 - 但是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 他當然你就不可能去做另外別的事情。 - 有些時候是這個樣子。 - 就是他無形之中也已經融入你的生活裡面了。 - 他就也不是無形之中, - 你不會。 - 我根本沒有感覺這件事情。 - 就你不會意識到你可能, - 例如現在。 - 就是好像我在唸書的時候, - 我也不會特別覺得, - 你可能當你有一個課程表, - 你可能要去上課, - 時間到了你要去上課, - 或者不上課也是可以的啊。 - 對, - 但是呢, - 你時間到了你是考試, - 你要交作業, - 對, - 但是同樣的, - 我可能會找時間去圖書館借書, - 然後我那時候可能要嫁網站, - 所以我要找時間去寫一些程式或是什麼的。 - 那那個就是你自己去分配嘛。 - 那你花了多少時間在某一個事情上面, - 它最後是會有結果, - 或者沒有啦, - 有可能它最後沒有收穫, - 但是你可能過程至少是開心的。 - 但我有一個感覺是, - 我覺得就是很多時候, - 就是剛入職場的人會, - 它會有一個意識是, - 它要把生活和工作分開。 -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有的時候你越想, - 它越分不開。 - 對, - 就是你一直在想說, - 我要把工作跟生活分開。 - 其實它, - 它第一是沒有那麼合理的方法, - 第二件事情是, - 它反而會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 - 就像他, - 就像馬劉剛剛舉那個例子, - 就是你睡覺的時間去測試這件事情, - 你說它是工作, - 還是它沒有, - 我覺得它沒有影響我的生活, - 因為我還是在睡覺而已。 - 可是你老是想著說, - 我其實是在利用我的睡覺時間, - 做一件工作的事情, - 它反而就會增加那個負擔。 - 對, - 就有的時候你硬要把它切開, - 其實就反而會讓這個事情變得更複雜。 -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叫做工作形態的問題啦。 - 就是說, - 一我以前在面板業, - 就是在允許工作的時候, - 我確實是可以把工作跟那個休息的時間一刀兩斷。 - 所以我就上班的時候有上班, - 下班的時候我的公司電話就會關掉, - 我就不接電話, - 那就是屬於我自己的時間。 - 但是在網路工作的形態, - 或是說現在我們大家都是自己當創業者的時候, - 基本上這個所有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 -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叫做工作形態的問題, - 而不是說我們沒有生活這件事情。 - 那我自己的方式啦, - 我就是會把我的生活全部變成我的工作。 - 怎麼說呢? - 其實像我為什麼會去重拾我的興趣日腕樂團這一塊? - 那其實這基本上對於我一個叫做網路上的KOL這件事情來講, - 它是對我的形象是加分的。 - 表示我有多一個這個東西可以來去幫所有的客戶去宣傳他的東西的管道。 - 那我做Podcast也是一樣。 - 它雖然現在對我來講它是沒有一個不是賺錢的東西。 - 但是我有做了Podcast之後, - 表示我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 那我就多了一個管道讓客戶來去選擇說, - 我接下來有機會的時候, - 我是不是可以結合你的樂團, - 結合你的Podcast, - 甚至我喜歡煮飯, -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KOL的一個項目裡面。 - 那烹飪是不是也是你的一個長項呢? - 那所以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生活, - 生活就是工作。 - 對,那反正就是全部繞在一起。 - 那我做什麼事情都很開心的時候, - 我就不會想到說, - 我唯一有一個很不開心的工作啦。 - 就是月底我要禮葬, - 要發薪水的時候, - 那個禮葬很麻煩, - 要對發票幹嘛之類的, - 要寄發票之類的, - 那個東西對我來說是很困擾的事情。 - 對,除了那件事情以外, - 我其他的工作我都很開心。 - 嗯,等於就是說你把它變成一個package, - 然後就有一天它可以拿出來一起賣, - 或者是有一天它把你... - 其實我也沒有想到賣不賣這件事情, - 但是我就把它放進來之後呢, - 就是說我的工作, - 就多了一個項目, - 但是它就是我的很開心在做的一個生活。 - 對,那譬如說我做一道菜好了, - 那我就請同事從我做菜的過程開始拍, - 拍完之後他來剪, - 剪完之後就變成一支我可以上架的影片。 - 那這個過程最後結果是什麼呢? - 我做完菜給大家吃,大家很開心。 - 我做菜的過程也很開心, - 我很紓壓,就這樣子。 - 對,當然同事還是會塞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話要讓我講。 - 來,各位聽眾大家好。 - 各位觀眾大家好。 - 我最是最不會煮菜的Kiss Play, - 類似像這樣子的話要放進去讓我講的時候。 - 我覺得我也OK啦, - 但這是一個工作跟生活銜接的一個hook, - 就這樣子而已。 - 馬利歐剛剛為什麼在偷笑? - 你說最後結果真的是大家都會很開心的吃嗎? - 其實是蠻好吃的。 - 其實蠻好吃的啊, - 我同事那天有在炒泡麵, - 炒泡麵,炒泡麵能吃嗎? - 炒完之後大家說, - 欸,很好吃耶,我再來一碗好不好。 - 沒有啦,我會對這個問題好奇, - 因為像我有時候會看到馬利歐的粉磚嘛, - 他有時候會說, - 欸,今天喝完稿, - 或是弄完公司回來很累, - 我到底要去跑步呢? - 還是在家的沙發喝威士忌, - 對,所以有時候就是, - 生活分配的一些... - 所以那個問題是跑步嘛, - 問題不是工作, - 問題是你要不要去跑步。 - 對,跑步是一個問題, - 工作不是問題。 - 所以你們覺得, - 到現在可能, - 維持一個興趣對你們來講還是很重要的事情? - 例如說像Kiss Player在玩樂團, - 馬利歐在跑步。 - 就一個, - 就是說持續熱情這部分, - 我覺得是一個對現在我的工作來講, -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 那跑步也是一個, - 跑步也是算我工作一部分啊。 - 對, - 因為我跑步維持身材, - 那他也是我工作一部分。 - 但是你硬要說, - 它是一個讓我很困擾的工作嗎? - 不是啊, - 我很樂在其中。 - 因為它可以讓我身材變好。 - 對。 - 那楊逸自己現在有在保留什麼興趣嗎? - 我原來的興趣, - 我跟你講, - 我就是屬於那種, - 就是媒體本身就是我的興趣的人。 - 就我原來在電視台工作的時候是, - 我以前的製作人是有一個, - 就是他當時不是講我, - 他講我們一個連線的記者, - 他說我看這兩個記者, - 我就能看得出來, - 就有一個是他下班之後, - 他自己也會看新聞的人。 - 因為他, - 就是你聽他連線的內容就很不一樣。 - 然後我就是屬於那種, - 就是對我來講, - 就是我早上起來睜眼去看新聞的APP, - 是我認為最舒服的一個狀態。 - 就不看他, - 我看什麼, - 我會覺得很困擾。 - 就是對我來講, - 我每天想這些事情, - 其實讓我覺得很開心。 - 那你說這個東西是興趣嗎? - 我只能說, - 就是它剛好變成我的工作了吧。 - 然後有的時候你如果真的是, - 因為經常會有新認識我的朋友, - 或是問我一個問題, - 會很困擾, - 說那你衝破會幹嘛? - 然後我想說, - 我只能應付他一下, - 我說我也會去看電影, - 或者有朋友約我吃飯, - 我就出去吃飯。 - 但是這個問題就在於, - 如果沒有朋友約我的話, - 我就寧願握在家裡, - 然後看隨便什麼。 - 看什麼, - 看視頻或者是怎麼樣, - 它是有個附帶的條件。 - 對。 - 你沒講的那段是, - 如果有朋友約的話, - 然後講出來的是說, - 我偶爾會去看個電影。 - 對,那是個結果嘛。 - 它有一個, - 但是它有一個起始劇。 - 但是它其實不是我的一個, - 就是自己內在的一個衝動, - 說我要去看。 - 對。 - OK,好, - 所以, - 其實看起來大家目前, - 創業的生活都沒有太大的, - 怎麼講, - 焦慮嗎? - 就是你們已經有點, - 淡然的在這個。 - 等一下, - 平衡。 -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 就Kiss Play講, - 你的工作型態跟你的關係。 - 例如說他之前是工程師, - 那種東西是可以一刀切的。 - 然後, - 剛剛會想這樣問, - 是因為有一個點, - 有一個點, - 有兩個點好了, - 第二個點是, - 我認同剛剛馬利歐跟楊姨講, - 就是說, - 有時候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 它確實, - 客觀上來講是工作的一部分, - 可是你不覺得它累, - 或者是你不覺得它為你造成麻煩。 - 那就是, - 你不會覺得說我一定要一刀切。 - 可是有一個部分是, - 有一個情況是, - 現在職場可能很常見, - 例如說你的主管他沒有分公司的時間, - 他會一直, - 你隨時要on call, - 或是他會一直找你用公司的事情。 - Maybe他們沒有在用select這樣子。 - 對, - 所以這個東西, - 對某些壽星階級的人, - 他們可能來講就是一種困擾。 - 那, - 回到我自己來講的話, - 我確實因為, - 我入社會也沒有太久, - 所以我在前期的時候, - 確實還是會保有這種工作, - 跟生活一刀切的狀態。 - 因為, - 其實我們公司的加班文化或是風氣也不知道, - 非常興盛, - 所以確實是, - 我的schedule就很像上班是上班的schedule, - 那下班的話, - 我有其他的schedule。 - 可是我覺得那個轉折就是從我開始, - 不管是寫文章的自媒體或是開始做podcast之後, - 我就發現說, - 它某種程度來講也是一種創業, - 那你就會發現說, - 你沒有什麼工作或者是生活分開的問題, - 我就可以類比體會你們創業的心情啦, - 因為你就是用你僅有的時間, - 或你剩下的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 那它一定上後會排擠到你其他娛樂的時間, - 可是因為這是你有興趣的, - 你就會想去做它。 - 對, - 像我自己現在也在弄網站, - 其實剛剛吃飯的時候也在跟瑪利歐聊網站的事情。 - 所以那這個東西就是你要去花時間去弄嘛, - 那它一定會排擠到你其他出去玩的時間啊, - 或是什麼樣子的。 - 對, - 所以我覺得這會是一個趨勢, - 慢慢的你如果有一個你想做的事情, - 它也開始可以從興趣變成一個副業的話, - 它就會開始慢慢影響到你工作跟生活的模式。 - 好, - 那就事業的部分你們沒有太大的焦慮的話, - 你們有其他再煩惱的點嗎? - 好比說可能... - 我現在煩惱, - 我現在沒有酒了。 - 沒有酒了是不是? - 真的很煩惱。 - 瑪利歐幫我倒一下。 - 不用客氣。 - 這一集麥卡倫沒有贊助, - 歡迎歡迎。 - 格蘭里維。 - 反正我也不會上這一集。 -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個節目的狀態, - 剛吃飯的時候有問我說, - 你問我, - 你平常喝不喝酒? - 然後我後來想想, - 最近喝酒都是在節目錄音的時候, - 因為他們會有習慣, - 悲公捨隱那個節目, - 因為他是聊酒的, - 所以他會有一個習慣說, - 就是開一瓶酒再聊。 - 但是因為一瓶開開之後呢, - 也不一定喝得完, - 所以就大家都來share, - 所以我就會share一杯。 - 這樣子,對。 - 我應該來去弄一個, - 北公捨隱的台灣版才對。 - 來來來來來。 -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 歡迎追蹤訂閱。 - 在蘋果Podcast五星評論, - 讓我們一起養成品味。 - 面對人生更加從容應對。 - 拜拜。 - 拜拜。 - 拜拜。